1901年,一群勇敢的国人背井离乡,踏上了飘洋过海的旅程,他们面对的是陌生的土地和未知的未来,却怀揣着对新生活的希望与憧憬,这一千多名先驱者租建了一块荒地,在异国他乡艰辛创业,最终建起了一座充满浓郁中华文化的中国城,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在异域生根发芽? 这座中国城又经历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背后的故事充满了坎坷和感动,这里是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探寻历史智慧,外敌不断蚕食中国版图,内政腐败日益严重。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力一直在不断地衰退,而外国列强的侵略则从未停歇,虽然有一些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挽救这一局势,但最终他们的改革常识也化为泡影。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年轻人黄乃长遇到了命运的转折,黄乃长出生于1849年,家境贫寒,从小就跟着父亲在田间劳作,不过即使生活清贫,他的父母仍然希望儿子能够通过勤奋读书而出人头地,在当时的社会中,科举考试几乎是最主要的官方晋升通道,所以从小。 黄乃长就被送到学堂去学习古典文献,以期有朝一日能够考取功名,这个聪颖的孩子在学习上很是出色,不到三十岁便顺利考取了秀才和举人的功名,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场重大的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那就是发生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的惨败,让黄乃长认清了清王朝的真实状况。 他的亲弟弟黄乃摩就是在这场战争中壮烈牺牲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而牺牲,黄乃长感到万分愤怒和无助,他意识到。 单凭科举这种传统的官场打拼,已经无法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了,于是,黄乃长放下了对科举功名的追求,转而开始学习新兴的思想潮流,并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建立起联系,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为这个国家带来新的变革,在这样的思想,洗礼下。 黄乃长的理想愈加明确和坚定,他想要找到一个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报复和理想。 1897年,维新派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活动,黄乃长也参与其中,可惜的是,这次运动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虽然挫折在所难免,但是黄乃长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相反,他决定换一种方式去实现自己的报复。 1900年左右,黄乃长开始寻找海外发展的机会,借助自己的人脉关系,他最终来到了马来西亚东北部的沙拉越地区,这里恰好有一块位于伊巴河畔的荒地。 当地的拉者或许愿意将这片土地租给他,黄乃长与当地人进行了接触和谈判。 最终,双方达成了一项长达999年的租借合约,此次签约标志着中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海外领地,他们在沙拉越的这块土地上将自己命名为新福州。 但是,想要在一片荒地上真正建立起一个中国城,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解决的是人员问题。 黄乃长需要动员更多同乡前往这里落户,于是他二次回到家乡福建,动员了一批同乡前往这个遥远的东南亚之地,第一批前往的只有区区91人,其中还有一些人临时改变了主意。 最终只有72人抵达了目的地,他们在新福州建立了最初的定居点,开始了艰苦的开肯工作。 不过随后,黄乃长又成功组织了第二批、第三批共计500多人的移民,让新福州的人口逐渐壮大。 接下来需要解决的,是生活物资和农业生产的问题,这些最初抵达新福州的移民,完全没有接触过热带气候,对当地的种植、饮食习惯等一无所知。 比如说,要如何培养适合当地气候的农作物,要从何处采购生活所需的各种物品,这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好在黄乃长是一个有谋略的人,他不辞辛苦四处奔走,终于联系到了附近的几家供应商,解决了生活物资采购的问题。 同时,他也带领众人大规模尝试当地适宜种植的各类作物,终于找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农业模式,在经历了一番艰难困苦之后,新福州的居民们总算建立起了一个稳定的生活基础,更令人艰难的还是宗教信仰的问题。 跟随黄乃长来到这里的大部分移民都是基督教信徒,他们需要一位牧师来主持宗教生活,但是,这个偏僻的地方很难吸引到愿意前来传教的牧师。 最终在艰难的搜寻中,他们找到了一位美国牧师前来担任这一职责,在解决了这些初期困难之后,新福州的建设终于稳步推进了起来。 在黄乃长的带领下,这些移民们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开肯工作,他们一边清理荒地,一边搭建简陋的房屋和基础设施,通过长期的辛勤劳作。 新福州逐渐从无到有,显现出了一个真正的中国城镇的模样。 与此同时,黄乃长也在尽自己所能去完善这座新城,他先后组织大家修建了教堂、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让这里的居民的生活越来越有了机构和秩序。 就这样,历经艰难,新福州终于在二十世纪初有了初步的模样,这一过程中,黄乃长的领导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他不仅是最初发起和组织移民的主要人物,而且还亲自参与了各种具体的建设工作,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毅力,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最终让新福州这个中国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 在黄乃长的努力下,新福州不仅建立了良好的基础设施,而且还逐步发展起了多方面的经济活动,因为大部分移民都是从福建沿海地区而来,所以他们对于渔业、造船业都很有独到的见解。 有了这样的人才优势,新福州很快在这些行业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仅仅过了几年时间,新福州就凭借自己的造船业吸引了众多马来半岛乃至更远的海外客商慕名而来,当地人凭借高超的造船工艺和合理的营销策略,在这些客商中赢得了极好的口碑。 这也带动了新福州其他领域的经济发展,让这座城市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新福州的人口成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最初由黄乃长带领而来的这批中国移民,后来有不少人的子女外出谋生或者求学,他们逐步也迁移到了其他国家,父母亲随后也跟随过去。 于是,新福州的人口中渐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本地马来人成分,尽管如此,新福州仍然保持着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这里的主导语言依旧是福建话和普通话,当地人对于中国的传统习俗也一直保持相当的尊重和认同。 可以说,这座城市成为了马来西亚重要的文化交汇地之一,1963年,沙拉越正式并入马来西亚,新福州也就此成为了马来西亚的一个重要城市,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间,这座由黄乃长带头创建的中国城发展得越来越好,如今的新福州已经成为了马来西亚第三大城市,经济实力也基深该国前列,这里的银行、商铺、住宅区、公园等设施俱全,环境优美,生活节奏也相当舒适, 无论是工业、商业、还是渔业、航运等领域,新福州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里的造船业更是引以为豪。 产品远销海外各地也带动了相关的仓储、物流等行业的发展,可以说,正是凭借着当初黄乃长带领移民而开创的这片天地,新福州才有了今天的辉煌,其中饱含的中国人勤劳勇敢、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直激励着这座城市的居民。 他们虽然已经成为了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但是根深蒂固的中华文化传统,却永远是这座城市的根基所在,这座由一个中国人发起并亲自参与建设的城市,如今已然成为马来西亚的骄傲。 在这里还保留着明清时期福建文化的遗孕。 成为了这片异国他乡的另一个中国,这无疑给这个国家增添了不少魅力和特色,也让我们这些生活在祖国内的中国人,对于这个遥远的东南亚城市充满了骄傲和向往。 这座由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建立的城市,诚然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和敬意,一个人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带领数千同胞远渡重洋。 在一片荒凉的热带丛林中,建立起一座附数繁荣的城市,这不仅仅是一个成功故事,更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拼搏精神和文化自信。 正是在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激励下,新福州最终得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成为马来西亚重要的城市之一,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也折射出了二十世纪中国人在国内外拼搏奋斗的缩影。 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说,新福州的兴衰就是中国近代史一个缩影,从洪秀全的个人生活来看,他的排场之大,奢华之极,实在令人咋舍。 在占领永安这个小县城时,他便已娶了二十八位妻子,而聚其儿子后来交代,洪秀全一生共有八十八位妻子,且这些妻子多数没有封号,只是用数字编号来管理。 这样的做法,显然与太平天国倡导的平等思想格格不入,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地盘还仅限于三个城池之时,洪秀全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建造天王府,这座府邸,据说比北京的紫禁城还要大上三倍,其奢华程度可见一般,而在这座宏伟的府邸中,没有太监的存在,所有服侍洪秀全的人都是女性。 每一餐,都有上千名女子为她服务,这种场面,即便是古代的帝王,也难以比拟,太平天国的高层,对黄金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洪秀全更是如此,她的生活用品,甚至包括夜壶,都是用黄金打造的,这种对物质的极度追求,与太平天国初期的理想主义相距甚远。 当我们看到洪秀全如此奢华的生活,很难不让人对太平天国的初衷产生怀疑,一个以解救百姓为口号的起义领袖,却过着比封建帝王还要奢侈的生活,这究竟是为了百姓,还是为了个人的私欲。 不可否认,太平天国运动在初期,确实反映了农民阶级的诉求,对清朝的腐朽统治进行了有力的冲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层的蜕变和内部矛盾的加剧,太平天国的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洪秀全个人的奢华生活,无疑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缩影。 因此,当我们回顾太平天国的历史时,不能仅仅看到其反抗清朝统治的一面,更要看到其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洪秀全的奢华排场,提醒我们历史并非简单的黑白分明,而是充满了灰色地带和复杂的人性。 太平天国的反清起义,其背后的动机和目的,也绝非一句为了百姓所能简单概括的,总的来说,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农民起义,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深刻矛盾和人民的反抗精神,然而,洪秀全个人的奢华生活和太平天国内部的种种问题,也让我们看到了这场运动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在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时,我们需要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历史真相,才能做出更为客观和公正的判断。